这是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 2016年建成至今 一直是中国最高的建筑 以后很可能也是 这并不是因为咱们没能力改造 实际上 世界最高的建筑是迪拜的哈利法塔 高828米 以咱们的建造水平 是可以跟它拜拜手二的 不过出于多种原因 咱们始终没有抢这个风头 尤其是2020年以后 国家四次强调限高令 250米以上的建筑要层层论证 500米以上的超高层 更是不允许东东 于是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 就成了中国高楼的觉醒 国家不许再建高楼 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第一不安全 这不光是防风抗震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消防问题 比如常见的云梯消防车 最多也就升到70多米 所以比它再高的楼层 一旦遇到火灾 就会变成人间猎鱼 第二不划算 有那么一段时间 中国各地一股脑建高楼 全世界有四成的超高建筑 都是咱们中国的 150米以上的高楼 全国有2395座 恨不得每个县城都改于摩天大楼 但是摩天大楼投资巨大 往往一造就是78年起步 后续的资金跟不上 很容易烂尾 596.5米高的天津117大厦 468米高的成都绿地中心 都成了烂尾楼 让几百亿的投资打了水平 勉强建成的高楼 空置率也高得离谱 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的统计 现在北上广深写字楼的空置率都在20%左右 其他的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 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不再需要世界第一高楼来增加国家的自信了 全世界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 都想创造奇观 但是当实力足够强 就不再需要奇观来争面子 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长最快最安全的高铁网路 有了最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 这些工程或许不如第一高楼那么显眼 但却比一百座摩天大楼都更有意义